喔大家好我是鐵翻 好久不見了各位 雖然說我們的初心之戰封測已經結束了 但是在這之前有很多的觀眾有給我的帳號 想說來做最後的一個開箱 還是說關箱 好啦不管如何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伺服器弓箭士綁2的帳號 那你說綁2嗎 其實應該已經是綁1了啦 因為綁1的話呢它是70等 70等的話應該都是那個工傷號啦 工傷號人家一開始就是70等的沒錯 那我們現在綁2的帳號是來到了25萬的戰力 只不過這個遊戲它還沒有秒傷可以測試的地方 一來還不錯啦 就是我不用根據秒傷一直在那邊追 但是它雖然沒有秒傷 但是它有更可怕的戰力系統 所以你說到底哪個好嗎 我覺得那這樣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可能還是秒傷比較好吧 因為秒傷的話我還能夠知道說這一套的傷害是多少 跟其他人打怪的打架的方式的話對比是多少 那純粹只有戰力的話 那就純粹是戰力了 好啦 我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帳號 目前的能力吧 首先它的血量是給它來到了10萬耶 它的點法是力量配銘捷 但是它這邊是百爆 所以說它的爆擊值來到124 基本上應該都是靠著卡片去給它撐上去的吧 然後它的JOB已經來到了40 然後目前為止應該是不能夠再給它升上去 但是換句話說 這個經驗值它後面還有結束耶 所以只要我們把它練到完的話 其實是可以升到41等喔 因為它不是Label Max嘛 對不對 好啦 那再來要升級的話 這邊很像也還沒有任務可以去升級 要66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是不是要JOB70才 BASE也要70才可以升到那個進階有轉 還是說它真的要練到99 然後轉身 還要再給你轉身一次 然後再重點一次 有那麼誇張嗎 好 它這邊點的是力量配上敏捷 然後血量是10萬 法力的話現在是1400多 命中閃避目前為止這個遊戲好像看不太出來 就目前為止的話 它雖然說被打傷害只有一滴 但是它終究還是會被打到 然後爆擊值來到124 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在這個區間很像都是百爆 那你捉65等 為什麼會在這邊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我知道要開上來的時候 它就在這邊了 所以我沒有去做任何的動作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它的裝備 然後物理攻擊現在是來到了3076 魔法攻擊886 不過魔法攻擊升級武器就會增加了啦 然後霧冕穿透 無視敵人一部分霧冕 未來這個東西應該也是要給它撐上去的吧 要霧冕 然後魔冕的話應該是法術這樣的 破甲攻擊力的話是無視物理冕傷 這個就應該是真正的 就像是防禦的部分吧 它這邊沒有辦法防禦拿出來 可能就是這個先扣掉物理破甲的部分 然後破甲的部分破完之後再去扣霧冕 還是說先扣霧冕再扣霧冕 如果先扣霧冕的話霧冕的值就比較大 先扣霧冕的話霧冕的係數就沒那麼的重要 可是以這樣擺起來的話 感覺霧冕應該是未來要撐的東西 好 那它的魔法威力提升65.2% 應該平常用不到 但它的攻速是來到了538 這是538的攻速 當然硬要說的話 我還是覺得這個遊戲的攻速沒有像電腦版那樣子所謂的193 而電腦版193雖然到後面加的數值會非常非常大才能加1 可是那個1上去之後會變得非常非常明顯 而這個遊戲呢 它是用這個方式去加的 所以說我100加10等於是加了10% 但是我1000加10的話呢 只加1% 所以那個攻速可能到後期會變得沒有那麼那麼的明顯 也不知道這類型的遊戲它的攻速上限在哪裡 有沒有機會到傳說中的秒7呢 然後爆傷是給它提升了28.9%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一下卡片 然後總傷害提升應該是其他東西的附加 然後吟唱速度160 物理攻擊傷害提升5% 然後物理防御率1270 下面是防御的部分 我就暫時不去看它 完全迴避是1.51% 那目前為止很像 還沒有辦法弄到太高 到時候也在開其他職業 我們再來給它看一下 好 說來是它的裝備的部分了 一怒眼簾的第一把 應該是這把加12的多刃尖刺刀 那在此之前 我們先去看一下它的精煉 精煉如果我精煉要加12的話 只要3顆防護石 其實換句話說 假設1顆是200塊 1顆是100塊 所以3顆只要300塊 300塊我再把這邊東西給存到的話 我就可以拼精煉拼一次 那其實硬要講的話 以機率而言 這個遊戲 不能說很便宜 但是 跟大佬等級的狀況 這個遊戲的精煉算便宜 而且它到精煉的數值後面加的有夠誇張 直接來到300多 這發生什麼事了 每差一等 差一等而已耶 就差到這個情況 精煉加15的話是1800多 所以我升上去的話是13 所以它每過一個階段 它的精煉的傷害會加到超多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那個差距未來應該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猜疑 對 應該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我們繼續看一下它的裝備的部分 我們從頭開始看 頭的話呢 這應該用的是劍士的套裝 它現在用到了劍士六件套 卡片的話呢 它這邊插的是藍書卡 主要是掉落Zenny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很像是目前為止初期而言必備 因為Zenny在這個遊戲好像是很難獲得 它這邊插了兩張 然後精煉到加5的話 體質加5% 然後眼睛的話也是精煉加5 啊 對 那這個時候是不是還要看一下它的隨機資料 哇靠 它有洗耶 洗到暴擊5 暴擊4 這根本 哇 這個帳號很硬啊 真的是很可怕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有洗到暴擊6 暴擊2 物防加18 所以未來如果有那個特權的話 很像還可以再洗出多一個東西在這邊 然後呢 它這邊也是精煉加5 體質加5 然後卡片它是夢魍卡 敏捷加1 藍書卡 再給它0.2% 所以這可以累積下來的話 現在已經累積到0.6%了 所以這邊插6個的話 就可以累積到1.2% 如果我這邊插到12張就是2點多% 其實長期打下來應該也是蠻香的吧 然後命中值加1 命中值加1 然後這邊的話是爆傷0.46 物防加20 然後體質也給它上去 好 那再來是鎧夾的部分 倒蟲卡 哇 直接給它塞到了5星 對啦 這就是我現在覺得這個遊戲 除了融合要做的以外的事情 是把基礎卡片也先給它打到高星 因為基礎卡片你看給的能力加12 正常來講的話呢 我們要升到 升1等 我們就需要花點數 你看我這邊升1等 假設現在是20點好了 我只能升2點 但是我卡片只要給它塞到滿的話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加到了12點 而且這是可以插到4張卡片的 如果我們刻薪刻滿的話 是可以插到5張卡片的 那這個能力呢 你看一個武器就可以加30點敏捷 那這樣會有多麼多麼的扯淡 它這邊的話用的是帕砂納武器變成 防具變成火屬性的防具 然後這邊用的是生命值增加的磁條 好 那這邊就只是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怎樣是划船的 我也不是很那麼的清楚 然後呢 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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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刺刀加12 哇 這個真的太扯了 爆傷 爆擊 爆擊 那很明顯應該就是這樣子去撐爆擊 而不是用幸運之類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鳥獵的話 那個鳥是吃幸運的 那可能再說 好 然後它這邊加到12的話 是人型加3 人型加5 然後加7後可以施展被動技能 等級5 18%的機會 2刀連擊 然後人型加7 破甲加100 然後呢 卡片是狂暴哥布林 弓箭哥布林 噴射哥布林 爆傷就加了9% 但是它對特定屬性會有爆傷 爆擊值10的加成 不過是對特定屬性 然後這邊黑蛇卡 它給它打到了9%耶 那如果按照電腦版的玩法的話 它這邊應該是用上了 18%一次 算一次 然後9%算一次 就是哪一個先算 我18%算 然後後面9%就不會算 如果18%沒中後面9%再算計算一次 還是說它是疊加的呢 這個可能也有 但是商券可能短視 直接沒有辦法把它測出來 好 再來是盾牌的部分 它這邊用的是生命跟閃避 然後經驗到加5 力量加3 體質加3 然後呢 一樣 這邊是用上稻蟲卡片 那它應該是有它的選擇啦 選擇稻蟲卡 生命值加600 因為生命值已經10萬耶 這樣補上去會划算嗎 然後這邊也是生命值 生命值 全部都灌生命值就對了 然後體質加5 小巴風特 小巴風特 然後龍影龍影 全部都給它塞免結下去 然後登山斜加7 暗減傷生命生命 所以主要應該都是用生命 然後最大法力值加5 移動速度加200 等一下 這個燈 這個這麼香喔 我看一下弓箭手的加7 沒有耶 對啊 這個應該是它額外拿出來的裝備 對 額外打的裝備 而不是那個騎士的套裝 然後這邊的話用的是黑暗的 喔靠 這邊帳號花了多少賺啊 你跟我說 明明沒有課金搞得跟你已經課金一樣 所以未來有課金的話一定更扯淡 受到物理傷害時有1%的機率 史數隕石是5 不過真是受到物理傷害才有 然後這邊還塞了一張月月毛 哇靠 可以塞兩張 只差它這邊還沒有塞那個虎王了 然後一樣有道蟲藥黑虎卡 都給它弄到三星 喔敏捷加超多 然後再來是它的飾品 左邊的部分也是加5 用的能力是物攻物攻跟暴擊4 然後白鼠白鼠庫克雷庫克雷 哇 這個機傷的東西的話其實加的挺多 所以換句話說假設今天是新手的話 可以打這些東西給第一 剛開始的爸爸們 因為爸爸一定會一開始 去把這些卡片給他拉下來 然後讓他的基礎能力變高 那如果今天是爸爸的話 那應該就是買這些沒錯了 至少前期加這個能力 會加非常非常多 在後期的話可能再說 說不定有更多能力可以加這些東西 卡片就可以給他換掉了 好 然後最後的話是右邊的飾品 用的是物攻跟爆傷 然後這邊是騎乘攻擊加50吧 不過他本身人家沒有放什麼技能就對了 然後呢白鼠五星加7 庫克雷二星加4加4 然後拳妖卡暴擊值加7 力量加3 好 以上就是目前這個騎士的裝備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欸沒錯他這邊的時裝 他還有時裝也裝了那麼多 時裝的話燈炮 然後敏捷配上幸運跟暴擊 然後玉兔金 玉這個東西哪來的 生命值2500 物攻5% 魔傷5% 然後呢除此之外 這個帳號已經到65級了 所以他影子裝備也有開 影子裝備開起來之後呢 他這邊弄出了兩個影裝 這個是加15 這邊怎麼來的 物防176 魔防110 然後爆傷5.94 火增傷3.58 欸他全都是增傷的玩法 然後聖簡傷是最高重鬼 欸所以這邊應該也是要洗 偷偷看一下這個增幅 按下去發生什麼事情 喔所以這個加跟那個加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然後增幅至下一個階段 本次增幅可以使用影子裝備 目標達到369 15 18後 則不去放入更多的材料 所以我按一下增幅的話 喔增幅材料不足 他這邊沒有材料沒有辦法放 好啦這個東西也要60等之後才看 也才能夠看得到 這邊我就還沒看得到 我們就只是看一下他的能力 然後呢 蒼白耳環物攻魔攻 31 23 然後物攻加51%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刷下面的隨機屬性 所以很明顯如果這個暴傷 是不是有什麼暴擊級也有 然後要不然就全部都給他暴傷全部刷出來 還是說他只能夠一條 好啦這個東西就再說 然後那接著是稱號的部分的話 他的懸賞達人還是有給他刷出來 因為懸賞達人這個東西實在是太強了 暴擊值加10 全體增傷加1 全屬性加1 這個東西還不用的話 真的有那麼一點點的虧 好那是我們的遠古裝備 現在他虛速之劍是4件 那應該大家都差不多啦 然後專屬攻擊力物攻 然後數魔攻加9 OK以上就是目前這個賬號的狀態 那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是怎麼點的 那他的一轉技能沒有點完耶 還是說這個一轉已經 一轉一定是點完才能點二轉 所以二轉還有33點可以點耶 所以這個騎士也沒有在點技能的就對了 全都是平A 好攻擊弱點這個被動反而沒有用耶 技能狂擊 所以他根本沒有在用狂擊也沒有用 然後快速回復的話 每10秒回復506點生命 可是這個生命很像不會根據你的最大血量而去調整 不然的話506點對於這個賬號而言很像沒有那個必要 然後這邊BAR提示有給他選到10秒內控制免疫 所以我這邊升級的話 會做什麼 技能CD 68我升滿的話才只有62然後只有10秒 所以這應該是很關鍵時候才會放 平常應該是不會放 然後固守 當自身生命值向低1%低至30%一下子 獲得30秒的總減傷 持續7秒鐘 喔這個遊戲的技能都好殘忍喔 真的那個持續時間也夠短 對啊持續時間超短然後CD又超長 然後連挑釁也是 技能C 這不是一轉技能嗎太扯了吧 然後上面用單手劍單手劍精髓攻擊力加80 雙手劍精通的話呢是提升物體攻擊力 我這邊偷偷的點一下 反正不要按勾就沒事加80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這邊的話不用點 那這邊他怪物戶籍可以點到20點喔 這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他的技能可以到20太扯了 可是也就等於是他點數耗的更多 但是他本身也沒有在用 那騎乘攻擊他技能也沒有拿來在用 然後騎乘術的話是 等一下我能不能把他點掉 那這樣子會讓我覺得有點心計 來等一下 騎乘攻擊騎乘大嘴鳥 對這個遊戲的大嘴鳥好像沒有給你加儀術很奇怪 衝鋒攻擊的話也沒有去使用他衝向敵人 你可能P1P的時候才會用 然後這邊全都是技能 但是也都沒有點 唯一的被動是長矛精通 拓甲是加25 可是你用了這個的話 後面的單手劍跟雙手劍就完全不能用了 他這邊用的是單手劍攻速增加 攻速加52耶 好高喔 那如果是雙手劍的話呢 還是只加49 而且雙手劍還有60%的攻速減免 所以這遊戲真的是平A的地方 沒有平A的話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點點慘 然後再來是寵物 他這邊用的是愛麗絲 然後上陣的 喔已經可以上陣到四隻了耶 然後主要的話 他是用上了愛麗絲 那我這邊看一下他的愛麗絲是給他到 沒有他這邊愛麗絲沒有給他進階 那一樣就給他升級 那目前這邊很像是用不到什麼東西 也沒有辦法來調整 反正你有東西就給他升級 你有多一隻的就給他進階上去 能力值就給他更高 然後你的戰力就會因為這個愛麗絲的關係 變得再多那麼一些些 然後呢來看一下他的卡側的部分好了 卡側的話前三頁是已經給他弄滿了 第四頁的話差一張黃金蟲 黃金蟲上去的話破甲也給他上去 然後前兩頁也滿耶 哇這個帳號有點兇耶 然後是 只差大嘴鳥跟小野豬 第三頁的話也是滿了 差後面兩張 基本上每一個都有滿 沒有耶 還沒有到全滿的地步 對所以他這邊的話 還是以他的那個卡片為主 就是手上的卡片星數為主 那這邊融合的話 我想看不太到其他東西 所以也沒有得看 好那再來看要偷瞄一下 他的衣櫃是時尚等級 來到了7耶 不過這個7一開始加很兇啊 不過到後面加起來 跟這個帳號比起來 很像變得已經沒有那麼的意義那麼大了 雖然說素質還是有給你加一點點 但是就也一點點而已 不過還是有加爬數的部分 應該是滿像的 但是在前期這個東西還挺香的 好那再來呢 來看一下他的盧恩名文 也就是我們的羽毛 他這邊塞的是命 哇靠他已經升到了全五階了 我的天 哇這個帳號我知道他有洗啊 可是這洗的數量 哇他洗的也不少喔 生命五階 命中加38 生命加5000 暴傷7.56 物攻125暴擊值就加31了 這是不是還可以再繼續升上去啊 還可以 還要兩個額外的 兩個額外的5級 兩個額外的5級 就可以升到一個6級 6級的話暴擊值加15 我覺得這個地方在初期 課金的地方一定會有那麼一點點的扯蛋 對一定會有爸爸們直接衝到 可能爆8階之類的 那個基礎應該是完全進不上去 然後再來是防禦的部分 防禦的部分他就沒有衝到那麼多了 魔防 魔防加6 生命 生命他就弄比較高 他弄到傳說的 然後精良 閃避值加18 物理防禦加10 暴擊值加3 他這邊的話有開啦 主要是為了開這個 生命值加1800 然後呢 明文總屬性加成 這應該是這個的部分 這個的話又不一樣 總屬性 他寫在這裡 所以我就直接看這裡就好了 然後再看一下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 這邊到5的話呢 有一個特殊加成 攻擊時有1%的機率 提升10%的物理攻擊 而魔法攻擊持續5秒鐘冷卻90秒 我怎麼這個遊戲都是玩這個樣子 就持續時間很短 CD超高 機率值又超低 對 蠻奇怪的 雖然說每個都是要叫你玩平A啦 對這點我還是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再來的話看一下神器 神器的話 目前他的鞋子是來到了一級 這個是有開而已嘛對不對 這個是來到了二級 多多少少 如果你有活動有參加的話呢 是可以把這個給他收集起來的 就可以給他稍微升級一下 你的能力值又比別人多那麼一些些 好 那真的是最後了 最後的話 來看一下他目前的傲慢之塔 通關到多少 149層 不過他到後面也是硬給他ㄍ上去的 就沒有給他打到完美的程度 反正打上去你的被動經驗值就變得比較多 到時候要刷再來刷 我們這邊稍微的看一下149層 這裡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好直接給他開上去 所以這正常要打到250層 感覺很快 會不會有了爸爸第一天就給他破台了 真的 喔這應該是之前打的吧 按照這個狀況而言 感覺要再刷上去不是問題 只要 有打就可以了 已經打掉50%了 還是說 到後面有一堆怪物在圍的話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好打 然後他的二刀連擊 暴擊也會吃到 應該是蠻明顯的 你看他暴擊打6000多 然後二刀連擊 升級了耶 66級了耶 我的天啊 二刀連擊 暴擊打6000多 二刀連擊打到了一萬兩千滴 好啦我們這邊就給他打到不能打為止 我們就結束他吧 那感覺應該也是挺快 因為應該都是打到極限的 再高上去就有點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A4卡隕石樹1%的那個 突然不知道怎麼講 是這個鞋子 黑暗之王1%隕石樹Lv5 可是那個鞋量好像也沒扣很多 大概就到這裡了 可是那個防禦也太高了吧 雖然說他殺不了 雖然說不能說打得慢 對 但是怪物咬他是完全不痛耶 完完全全不痛耶 太扯了太扯了 所以有辦法打掉嗎 我還有一分多鐘的時間 總共還有最後兩隻怪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我花了一點點時間 終於打到這個賬號的極限 那我就是什麼都沒有去動啦 你說如果真的要調整的話 打到一半後來發現 假如我今天只是為了要打通關的話 我或許可以針對種族體型跟元素 跟屬性的方式去調整 然後把這一關突破 下一關再突破下一關的方式去調整的話 或許可以打到更高 不過那也是未來之後的事情啦 好啦 總體而言 目前這個賬號是打到了第172層 那死掉的原因不是因為他被打死了 而是怪物的血量實在太多 打到時間到了 還沒有辦法給他處理掉 我們來看一下他最後怎麼爆掉的好了 是在172層 還是他最後4秒鐘 不過呢還有一隻木蘭一打不掉 這個時間上是已經來不及了 就被強制離塔了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被強制驅塔啦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我們的傲慢之塔 是來到了172層 經驗值呢是593 但是一樣只有8個小時 我還是覺得這個8個小時 非常非常的詭異啦 好 那這個賬號 目前就給他開箱到這裡啦 給未來大家如果要玩刀騎的話呢 有一個方向去尋找 當然啦 這個方向絕對不會是現在最好的 沒錯 當然說不定未來之後有開放其他裝備啊 又是其他的能力 又或者說整個能力都有調整 那這個東西就變得沒有辦法任何的參考價值 但是可以看一下 目前為止這7天內大家玩到的樣子 那我是PFI 我們就下視頻再見啦 3 2 1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